好,我们用数位针脚来做 粗控 首先我们把 D4这个口接上一个电阻 那我们把D4设为输入 然后重复去侦测D4的值 我们看他会发生什么现象 按下启动 那D4的值平常就是0 就是0 那当我的手 去接触他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0跟1在乱跳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接触 靠近他数值就会变 他的数值就会变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他这样来做 触控的方式 我改变了一下程式码 我们先设一个 正列 做一个清单 前面把清单清掉 然后 第1次的时候 我们把数值填0 我侦测5次 5次里面只要有一次是1的话 表示手靠进去 所以我们反复侦测 每次删掉一个 正列的第1笔 然后把最后一笔加到 把D4的值加到最后一笔正列 所以反复去侦测 那只要正列里面 有1的话 他就会说触控 没有的话 就不说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状况 全部都是0 我的手也没靠上去 当我的手靠近 触控 出来 已经出来 手放掉 没有 手靠近 触控 接触到当然就有 手放掉 没有 可以利用这样子来做一个触控的 一个 偵測 okol 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